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于在盘中一度还大跌了将近有400点 最后是以今天的一个最低点下跌363点做收 成交量2467亿 我想面对这样的一个跌跌不休 甚至于屡屡破底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我想很多投资美一定觉得非常的无奈 你说想昨天美股人家好歹也三大指数同步都是涨的 除了道琼收了一个小黑盘以外 其他三大指数都是涨的 尤其目前我们看到整个融资余额 降到了将近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整个融券余额却是创下了一个半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重马面明明就是对多方有利 再加上美股也出现了指纹的一个回升 一个反弹也不是回升反弹 对不对 所以盘面似乎尤其昨天你看 好不容易还留了一个实质线 技术面怎么样也透露出反弹的契机 结果照说应该要抬一波的什么 今天又得逃栽下来了 今天又破底了 为什么 明明整个盘面的结构都对反弹有正面的一个帮助 为什么会这个样 我说这个就是无奈所在 为什么 美股今天直吻了 没有错 技术面出现了反弹契机 这也是事实 甚至于我说筹码面 融资在一年半的低档 融券在半年的新高 照说筹码面都有利于反弓 但是偏偏怎么样 照说今天应该要继续谈的 结果今天怎么样 雅股不给力 雅股不给力 我们来看一下 雅股今天怎么样 今天你看 上海 这个是陆股 对不对 上海的A股 今天跌了1.5% 另外怎么样 另外你看看南海 南海跌了2%了 那日经指数盘中一度也跌了超过1.5% 那另外还有谁 那是香港 来来香港恒生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 香港恒生 哇今天也是怎么样 也是跌了将近1.5% 换句话说 美股虽然直吻 可是今天的雅股全面都是下跌的 那你说台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怎么样能够独自能够找 所有的亚洲股市都跌 所以今天怎么样 原本要继续反弹的行情 结果就这样硬生生的给拖了下来 被整个亚洲股市给拖了下来 甚至于怎么样 甚至于我们的跌幅还比人家大 因为我们今天跌了多少 我们今天跌了363点 换句话说 你以百分比来算的话 我们大盘怎么样 跌了超过2% 比南韩的2%还要大 我们接着将近2.5%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雅股跌也就算了 我们还是比人家跌的最深的 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 我前些时候也跟各位讲过 我这样说好了 昨天记不记得 平面媒体的A1头版 有出现这样的 在昨天的报纸 7月5号 亚洲股债市资金大逃出 其实在昨天 这个平面媒体出现了 这个A1头版头之前 我先前也跟各位讲过 早在什么时候 早在6月中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央行 当时宣布升息办法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讲 你就看着好了 接下来一定会引发怎么样 会引发一波 所谓的资金的一个外逃 在昨天经济日报 出现这样的一篇报道之前 我在差不多超过半个月以前 我就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说你只要很 一个方向来思考 从升息的角度 你想想看美股 美国的联准会 三月升息一码 接着下来五月升息两码 六月又升息三码 换句话 它在上半年已经升息几码 已经升息六码 六码等于是1.5个percent 对不对 但在升息之前 在升息之前 他们的联邦利率在0.25 而我们的利率在1.125 换句话说 在还没有升息之前 他们的利率远远低于我们 所以你可以看到前一些时候 台并不是非常的强势吗 为什么 利差那么大 资金就是往高利率的地方走 所以人家在0.25的时候 我们在1.125 资金到了我们这边留 对不对 所以台币当然强烈的升值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到了今年六月 已经出现了反转 为什么 人家升息六码 加上1.5%之后 人家原本是0.25 加上1.5 变1.75了 对不对 那我们整个上半年升息几码 三月升一码 六月升一码 这个升半码 我们只升了一码半 从1.125升了一码半 变成多少 变成1.5 可是人家1.75 已经原本是低于 我们那么多的一个美国的利率 现在忽然比我们高了 而且这怎么样 还会延续 为什么 因为现在根据联邦利率的期货 对不对 三月份联准会还要再开货 预期升息三码 这样的几率98% 98%等于是笃定就是要升三码的 对不对 那如果7月再升三码 接下来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9月 9月还要开会 8月不开 9月还要开 10月不开 11月还要开 12月也要开 一般现在市场预估 下半年连同7月的三码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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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升6 那你看上半年升6 下半年如果再升6 那12 12也是多少 12也是3% 3% 换句话说到了年底 美国的利率一定在3%以上 我们到目前为止 到上半年1.5 你说好 下半年 我们还要再开两次会 9月跟12月 我们也各升息一码好 我们顶多多少 我们顶多2% 我们顶多2% 从1.5变成多少 从1.5变成2% 人家3点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资金会怎么走 当然会大幅的外移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 从这段时间 台币 这是美元的走势 从美元的走势 不断的往上升值 甚至于在今天还创了新高 就很明显的告诉你 资金就是在往外移 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碰到了美元的一个创新高 美元指数的创新高 再加上雅谷的一个弱势 所以当然硬生生的 把台股给拖下来 很可惜 对不对 很可惜 原本至少你涨一波 让大家可以喝杯水喘口气的 至少你有谈个一波 结果只谈一天 真的很可惜 但是 我必须要这么讲 谈一天也好 谈一波也好 我一直告诉各位 这叫什么 这叫反弹 谈一天是反弹 谈一波也是反弹 不会因为谈一天 它就是反弹 谈一波就变成回升 没有啦 要想多啦 为什么 我说这一波大盘拉回了 根源在哪 我们刚刚也讲了 为什么联准会要升息 又我要打通膨 我问你通膨解决了没有 通膨解决了没有 至少到目前所看到的数据 还在高档 对不对 那除了通膨以外 因为你联准会不断的 大力度的去打这个通膨 所以现在 衍生出来的一个后遗症 怎么样 景气要衰退 有可能会衰退 那不管升息也好 不管通膨也好 景气衰退也好 这些根本的问题 没有解决之前 你说美股 美股是世界上的火车头 世界股市的火车头 全球股市的火车头 很明显美股 你不会告诉我 现在它是牛市 你不会告诉我 现在美股是多头市场 那如果说 整个通膨的问题 没有解决 整个景气的疑虑 还没有化解 整个美股还在走 熊市还在走空头 你说台股 我自己走多头 我自己走回升 你想我这种逻辑 火车头都在往 倒退路 你说你的一个车厢 要往前走 你有看过这种情况吗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这终究是反弹 既然只是反弹 我说过重视 弹一波也好 不管弹一天弹一波 反弹都是让你干嘛 既然是熊市 反弹都是让你做减麻 尤其什么 尤其电子股 我不用再讲原因为什么 通膨的问题引发消费的能力 消费的能力 食衣住行育乐 优先砍的一定是乐 一定是娱乐先砍 你总不能说通膨高 我现在不吃饭 我不穿衣服 对不对 不可能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砍娱乐 娱乐对于消费型电子 一定是马上就受到冲击 所以我讲这个逻辑 我们过去也跟各位讲过很多次 只是觉得很可惜 很多投资朋友或许 你在高达买进的电子股 在反弹的过程里面 你没有很把握机会 去做一个减麻的动作的话 你看到现在有多少电子股 一跌下来 那不是腰斩的问题 你看这辆股票 你说这辆股票难道不好吗 创委当时 记不记得当时在300多块的时候 投信还买了一头那股 有没有 你看这个量 当时有没有一堆人追在这里 你看当时333 333 今天跌停板 有个跌停板 出多少出一百二五 从333跌到125 这已经不是腰斩的问题 这是腰斩之后再腰斩一次 这是腰斩之后再腰斩一次 至少已经跌了六成七成 那你不要想说跌了六成七成 光是说那个六成七成 你要回去就很难了 更不要讲说 其实如果说一档股票跌了六成七成 你要再回到你的成本 不是涨六成七成 是要涨两倍 是要涨两倍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当时我一直告诉各位 避开电子避开电子避开电子 反弹就是减码 反弹就是减码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我的用心良苦 对不对 我想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 基本的一个论调 我没有任何的改变 只不过 如果你想继续操作 你想要反败为生 你说我这样子我就离场 对不对 我说你休息其实也是应该的 休息也不 怎么样 也不奇怪 等到真正趋势又回复多头的时候 你再回来 留得亲身在你不怕煤财烧了 所以你要休息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方法 只不过很多投资朋友可能想说 我想要反败为胜 对不对 就这样离场我不甘心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当然我也鼓励你 只不过你要用对方法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如果你想要反败为胜 你想要继续操作 你可以拿出部分的资金 把它放在怎么样 把它放在盘面上 一些市场 就盘面上 共同资金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来做一个操作 以目前来看 当然生技股 是目前怎么样 因为第一个 它不受国际股市的影响 第二个 它也不受什么通膨 什么景气 因为我说过 你总不会因为景气不好 今天通膨高 然后你生病了 你不吃药 不可能 所以它跟通膨跟景气 没有直接的联动 跟国际股市 也没有直接的联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大盘出现了一个 比较雄式的走势 不断的往下拉回的时候 反而市场上有一些资金 反正它也走不了 你说像投信 投信它走得了 它走不了 我再怎么样 多少七成的持股 你要走去哪 对不对 所以我只好怎么样 把这些资金 放在诸如此类安全的地方 以目前来看 生技股 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近期大盘不断的往下压回 有没有 你看从今年的高点 当时在18000到现在 你看已经跌了多少 已经跌了快5000点 已经跌了4000多点 从186下来 今年已经到139 对不对 差300点就5000点 好可怕 对不对 可是你看生技股 这段时间 却是不断的往上涨 你看这两天拉回 拉回也不奇怪 拉回也不奇怪 就好比说你看 这段时间我说过了 我们所锁地的就三档股票 同样生技股 我也没有给你散弹打鸟 这边射一点 那边射一点 我就是买三支 第一档叫做药华药 对不对 第二档叫做药华药2 6472的宝瑞 有没有 那你看这些股票 还有什么 猛张飞 有没有 这些股票相较于生技股 是不是又更加的强势 所以我说纵使 生技股在整个八大族群里面 在整个盘面的各个类股里面 已经是相对强势的 可是我们帮各位所找的股票 所掌握的股票 它又是强势中的强势 不过即便如此 各位也看到了 今天包含香药花药 也出现了拉回 对不对 宝瑞 也出现了拉回 甚至于 义德 本来起也是下来 对不 好 那现在一定很多人要问 那如果生技股 在这样的空头走势里面 在这个空头市场里面 它是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那现在拉回了 尤其这些原本强势领头的 这些股票 一档一档的栽楼来了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到底该买 还是 这个族群来到这个位置 已经涨得差不多了 所以连生技股也不能买 到底 对于目前 大家视同是盘面 明灯的这个生技股 拉回之后 到底我该如何应对 想一下 稍后回来我告诉你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虽然随着今天大盘 破了万四的大关 我们看到原本强势 原本是盘面的明灯的这个生技股 今天也跟着拉回 尤其领头养的包含像药花 药啦 包含像宝瑞啦 甚至于猛张飞 原本还涨的 对不对 原本还涨超过半根停板 结果硬生生被大盘的大跌 给拖下来 那这些强势的股票跌下来之后 到底是一个趋势的反转 他们这一波涨完了 没戏唱 还是这只是一个强势股的一个补跌 那我掉下来之后 拉回之后 我到底该如何来应对 那其实 它是一个强势股的补跌 又或者这个趋势 这个波段它已经走完了 主要是看 你认为这个价值 它的一个股价 有没有来到一个合理的满足点 我这样说好了 我们就说领头的药花药 今天为什么跌 今天其实一开盘就跌了 昨天 还差一点点涨停板 对不对 你看这一波 我们从350上下一路买 一路买 一路买 哇 后来大涨 创下576块的破绽新高 我们在这一天 创新高6月30号这一天 获利出清一半 对不对 那后来卖掉当天下来 连两天压回 后来两天出现了将近百元的价差之后 我们开始做一个回买的动作 对不对 后来昨天一拉起来 一红吃两黑 又是怎么样 继续再赚 那我想对于药花药的一个操作 我们就不再花时间去说了 因为大家是共同见证的 对不对 我们是共同经历的 那重点 在昨天大涨 今天怎么又摘下来 而且今天摘的幅度 好像还不轻 跌了7% 对不对 为什么跌 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知道了 他公布怎么样 他公布6月营收了 衰退了 为什么 因为 他5月营收 3.47亿 有没有 结果6月公布出来多少 2.77了 月减20% 月减20% 这还得了 这么糟糕的一个数字 那代表前面都是碰轰的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所以你看 照妖镜一照 要花药 马上就掉下来了 因为前面太过于碰轰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认为 但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解读一个 所有的数字 你都要去深入的解读 不是你只看到表面所看到的 你说 营收2.77亿 比4月 比这个5月份的3.47百 少了20% 这是不是事实 是啊 当然是事实 但是你要去看 少了这20% 难道对它后面 就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你要去知道 它整个营收的结构 我这样说好 来 4月跟5月 都在3.5亿左右 一个3.47 一个3.53 平均起来刚好3.5 这个3.5亿 就以4月 5月来讲 这个3.47里面 其中有2亿 其中有2亿 是来自于欧洲的销货收入 是来自于欧洲的销货收入 那换句话说 你扣掉了欧洲2亿的销货收入之后 现在剩下的大概1.4亿左右 1.4亿左右 那是什么 那是北美的 也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实际的销售数字 以5月来讲 这个3.47亿里面 有2亿是在欧洲 有1.4亿左右 是在美国 好 那我请问各位 现在要知道 它今年的一个 大家的一个重头 其实它所瞩目的就是什么 它在美国拿到了FDA的药证 这一款罕见血癌的新药 它在美国未来的爆发力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在美国市场 好 那既然我们已经把它整个营收结构 看出来 欧洲2亿 美国1.47 对不对 那到了六月份 因为没有欧洲那两亿了 所以变成2.77 但是你换个角度想 没有欧洲那两亿了 只剩下2.77 可是2.77是哪里来 全部来自于美国 我讲到重点了 你发现了没有 现在要华要大家一提到 都在讲它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所谓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因为这一款药 FDA并没有给它限制 所以它能够用的一个范围非常广 所以后续的爆发力会非常强 纵使它的市占率只有10% 这样都能够创造出 15亿美元相当于450亿台币的 一个所谓的一个 营运的一个规模 一个收入的一个规模 所以想象力 想象空间非常的大 到底这个想象空间 是大家凭空想的 还是实际的 我们就说 原本美国市场只有在 5月份的时候只贡献1.4亿 现在变多少 现在变2.77 因为没有欧洲 所以2.77代表 全部都是来自于美国 那我请问各位 重点市场在美国 美国的营收从1.47 现在变2.77 你看到的是月营收 好像掉了20% 我看到的是美国市场成长倍数 我看到的是美国市场成长倍数 那如果美国市场成长倍数 我说未来它的重点在哪里 不是欧洲 是在美国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 今天打下来你认为 你该做什么动作 这个就当做我的家庭作业 给各位去好好思考一下 同样面对今天营收掉下来 或许很多人会告诉你 月营收衰退 可是我跟你讲这些都是法人在看的 我说我自己也是法人 我过去也是法人出身的 所以法人会怎么看 我都非常清楚 所以法人看的是 他在北美的市场 已经出现倍数的成长 这未来一定开花结果 所以有震荡 不就是一个机会吗 所以你自己去思考 其他包含像宝瑞 其他包含像义德 我认为他后续也都还有利多 会陆续的发布 所以如果这张股票 他还没有出现他该有的价值之前 我认为拉回去就是机会 只不过因为他们都已经远离 我们的一个成本了 你的成本离我太远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做新的股票 我也能够理解 除了这些股票 我说过接下来 因为我很明确 升级股就是我们的操作主轴 如果接下来你认同的 我说过你想做新股票 现在就是一个机会 我们的本月之星 第四档 我们目前正锁定的升级股 即将要进场 有兴趣想要跟上的 一通电话赶紧做登记 先登记 先卡位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